Topsnow 大谷生涯200轰纪念卡 明星赛首轰纪念卡 请见置顶留言 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闹更看门到 2024年7月25日 大谷小平四局下第三打席 巨人先帮投手Logan Webb Webb2逢生卡球已经大概塞到想要的内角高位置 大谷做好准备 用跟进来由内而外的攻击方式 克服位置以及球路尾进的压制 成功带出仰角 双左外也落地平非安打 大谷有够拼 硬是靠积极跑壘跟速度 跑出一只二壘安打 八局下第五打席 巨人后援投手Tiler Rodgers 好呢也没错 另外一个没错 这一位的灵惊 我们看到这些小学校的电视连观 位置在白鹃大谷是在梁克野 阻似的星期里面 我们学着托小 även小鲁倪 八局在导演 约一条 是一样的一场 真正这样 你感到对比我们的对比较 本来都组选择 决的س予 尽量跟进入 Did你认为 两种人选择 谢谢 我去 这种 我会見到 大谷明星赛后真的变身常打机器 七只安打当中六只常打 这球的投打对决很有意思 Rogers对补手配球有先摇头 这对大谷来说尽收眼底 所以大概猜到刚被哄之后 投手不想拼诉求 做好来滑球的准备 大谷跟Rogers 上次交手才几乎被相同未知的滑球三振过 当时大谷没有适应视觉上窜 在球的下源挥空 所以大谷这次刻意由下往上捞的方式 克服视觉上窜 反应在这球的挥棒轨迹长达8.2英尺 高于大谷开轰平均7.8英尺 果然奏效要中球星 但羊角46度这么高是什么概念 本季非最远的黄金羊角范围 大概介于24度到31度之间 所以其实46度很难开轰 大谷上轰28度羊角 本场这轰足足往天空多飞的21.6公尺 所以大谷硬是靠着112.6mine的击球出速够快 才能弥补往天空飞损耗的动能 但其实游下往上捞还能打这么扎实 本身难度就比较高